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,刘若英导演《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找来金马影后》周冬雨和景百然演出,在中国上映反映热烈,上映三天,票房数字突破6亿人民币,约28亿台币,吸金功力惊人,但该片日前遭踢爆,利用影城退票机制冲高票房数字,操作电影声势。 对此,电影出品方《猫眼电影》左里发声明拨斥,刘若英工作室今也发声明澄清,强调一路以来并持诚信第一的原则,亲自否认炒作传闻,完整声明如下,至所有关心刘若英的朋友们。 一,刘若英工作室,以下简称团队,极度重视4月28日发生的退票异常事件,并会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尽早查明真相,是刘若英女士的导演作品,早日回到更单纯的电影讨论之中。 二,刘若英团队自28日迄今,持续与片方和发行方进行沟通,强烈希望能找出问题所在,并厘清事实真相。 三,刘若英集团队一路以来并持诚信第一的形式基本标准,一指诚的态度。 参与创作电影后来的我们这部作品,与观众分享,刘若英在电影行业24年,自始至终都一本出新的尊重电影,尊重团队,尊重表演。 感谢影迷朋友一路以来的关心与支持,也肯请媒体及市场评论者在引用,报道相关信息时,请审慎客观,相信真相必将水落石出,期盼风波早日平息。 谢谢观众,谢谢关心支持我们的业内人士,谢谢这一路鼓励我们的所有朋友。 刘若英工作是刘若英。翻设字微博。